过气明星的心酸现状 第一位 侯坤 当初因为法印一绝爆红 为了照顾患有抑郁症的妻子隐退 如今在直播间半盒上卖酒 第二位 刘家辉 曾经红极一时的功夫巨星 半身瘫痪后被经纪人撕吞了财产 两任妻子都没来照顾 还叫缩孩子分家产 第三位 印小天 曾经是内地四小生之一 经历插刀门事件后 人气一落千丈 在回归娱乐圈后的他也被新人替代 第四位 明道 曾经的偶像剧一哥 霸道总裁的鼻祖 但自从明道入伍归来后 很少有耳目一新的作品出现了 第五位 江华 曾经的古装剧男神 因为入戏太深患上抑郁症退圈 在朋友的介绍下还做过保险经济 第六位 陈浩铭 在香港TVB层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步入中年的他事业也在走下坡路 除了拍些烂片 还和妻子一起直播带火 第七位 徐绍华 西游记中最帅的唐僧 后来因为片酬问题辞演西游记 晚年靠走学商演扮唐僧为生 你觉得哪位明星最令人惋惜呢